王艷什的研究非常困難 也是我個人懺悔之前的研究不足 所以這一個講起來也很花時間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頭 如果跟諸位所說的 它是一個宋代思想史上的第一座高山 而且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高山 恰恰黃恩石是一個宋代思想史上 可以說是第一座高山 又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高山 所以研究起來就分外的困難 跟大家一起爬這個山 你們可能也爬得很辛苦 我想底下的部分還不至於這麼難 那我們就今天就以黃恩石的性情論來說好了 可能一直注意這個Cyber 總會發現到我關於性情論的這一個 光說它的影格這一個影術部分改了十幾次了 這個非常困難 這個非常困難 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學界對這個問題莫衷一時 沒有定論 原來最有名的那篇文章賀寧 他的主張是這一個 王恩石是從這一種善惡混乃至於這一個性情合一 最後提升到性善論 那這個性善論呢 開了底下的理學的先河 乃至於這個接近於路亡之學 他的說法是這條路子 可是新進的研究卻 大家慢慢越多人反而認為是正好反過來 也就是說它一開始是性善論 然後呢是性善惡混 性情合一 然後是性無善無惡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了 那老一輩的學者包括像夏先生 中文先生 夏長博先生 也比較贊成是賀寧這個說法 那新的研究呢 在仔細的考據 慢慢都傾向正好反過來 那原因在於什麼地方呢 就是我一開始跟標在這個地方的 王安石的這一個有關於性情論的諸文呢 出自於林川先生文集跟王文公文集這兩個系統 通通沒有標明著名著作年代 然後裡頭又有很多的矛盾 這裡面主要的包括了這個 性有善有惡 性情是合一的 那麼性善的 乃至於性是無善無惡的 各種正好相反的議論 所以你唯一能夠理解它的方式說 它應當是有一個發展的順序 對不對 這個大家同意的 你很難同時有一個矛盾的存在 那這個發展的順序呢 它又沒有標年代 所以就各說各話 所以這很困難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麼 那麼 我早先也受到了這一個 侯外盧的那個研究裡頭 中國這樣研究認為說 大概六十五到七十卷的淮南雜說 那因此 像原性性情性說 李約論這一篇 這單為早期作品 可是這裡面也不進來 這就麻煩了 那 所以這個非常花時間 但是這個極重要 如果跟諸位說了 就 王二世的整個理論 是來自於 先王之道德出於性情 性情本於人心 所以這個是他整個的學術的核心 也就是說 如果上次跟諸位所說的 他這個學問的特色 是把這個傳統的 講制度的這種政教論 跟講這一個性命道德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後來也成為 宋學的核心特色 理學也就是這條路子過來 對吧 那我們怎麼看呢 經過我花了挺多時間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有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個 他應當是開心性之學的先河 而且這個是如賀玲所說的 他在理樂論裡所講的 因為理樂論就是要把理樂跟心性結合在一起 然後這裡面特別講說 我們一切的這一個天下之物 其所由來蓋為已 不聽之時有先聽焉 不是之時有先明焉 不言之時有先言焉 不動之時有先動焉 那這個就是講說心的重要 就是在我們的視聽言動之前 有一個先聽先明先動的這個事情 是心在那裡主宰 意思就是說 天下之事物不足以甘無棄也 那我的心自有其主宰 這是在視聽言動之先的 所謂非理勿聽、非理勿視這些種種 不是說不去看 而是我的心自己要去決定 什麼是理、什麼不是理 非理勿動、非理勿聽、非理勿言 那這個做主宰的是這個心 也就是理樂的根本 是這個心在這裡做主宰 賀林認為說 這個就是象山所謂的本心 良民所謂的良知 這話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們先不要過度地去講 因為仔細講的時候 容易會有一些差別的 另外他講說 聰明者目之所能為 而所以聰明者非有目之所能為也 那賀林根據這個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理性 這個也是過度解釋 但是 或者是良知 這個過度解釋 但是 說他重視心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他賦予心學意味的見解 由不生每一句 譬如最有名的王霸論 他說 王跟霸最主要差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 蓋其心意而已 其心意則其事意 其事意則其公意 所以公意則明不得不義也 王者之心 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 所以為仁義理性則也 那麼 這個是 心 關鍵在這個地方 然後前周邪句 我們上面都講的 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 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 所以今雖亡 而於人心者 出於人心者有在 那這句話非常重要 在於就是 我們宋常人要重建世界秩序 這個世界秩序的 關鍵在什麼地方呢 是 從人心來的 是從性命之理來的 OK 那這一點來講 真的是開 心性之學的先河了 對於心意而為 這個是 大概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說 它是送在思想史的第一座高山 好吧 把這個事情 明白地呈現出來 而對於心性到底怎麼回事呢 到底是怎麼樣呢 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本來它有一篇文章 叫做《性論》 這個《性論》呢 原來不建於它的文集 本來建於文集十一 這個錯字 建於文集十一 那這裡頭講 以一聖二邪之心求之 《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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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就是 Bruko好不好 《性論》 《性義》 《有一些論》 是财 就有的人的这个财 高 有的人财低 并不是性 性是五常 五常宋朝人一般指的是 人与一致性 所以财者是 这个余婚 余智昏明之贫也 所以性者是生之质也 是生的 原来的那个样子 这个直 原来的 它根本的 这个直 我们切莫随便做现代意解释 你要从这个古义起来讲 这个直 直是它的直地 它的直 五常宋也 那 上自得之权 而下于者得之为 我人生只有五常也 又水自去乎下 而目自见乎上也 人都有人以理之心 就像水自去乎下 而目自见乎上 大体而言 人大概莫不希望 人家用 仁爱之道 理义之道 来对你 没有人喜欢被人家恶劣的对待 对吧 所以 由水自去乎下 而目自见乎上也 所以 说 众你子思 孟科之言 有才性之义 而寻心乱之 杨雄寒愉 或不上至于下于之说 问才与性而言之 这篇文章 非常的重要 可是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时期 贺林认为是他的后期 现代学者 多半认为是他的早期 其中一个根据 就是因为现在 有新发现的礼记 发明 说在重新编的 2017年编的 王安石全集里头 那 当然之前也有人 已经引用了 我 转引过来 说 然性果何物也 约善而已 性虽君善而不能自明 御明其性 则在人率寻而已 那这是性善说了 那关于这个东西呢 有许多的考证 那这个 考证 等一下 在这个地方 就是根据 这是华吧 还是毕啊 毕 这是毕 毕明两吧 应该是毕 的考证 就是说 他有一段话 跟这一个 前周学记的话 其实完全相同 所以应当解经的在前 因此 说这一篇 应当是在前周学记 在自评原年之前的 那么是早期的 所以性善论 应当是早期的 很不容易定下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配合上 他的 女婿所说的 杂说数万言 四位其言与孟科相上下 于是天下之 是天下之 始原道德之一 性命之端 云 天下之事 再确认一下 始原道德之一 性命之端云 换言之 说他一开始 是跟孟子相上下 金公 怀能杂说出剑 剑者 以为孟子 说早年 说像孟子 所以换言之 最早的说法 是尽于性善论的 不至于说是 性无善无恶论的 或者性善恶混的 这也是一个佐证 OK 那么胡金旺再指出来 就是说 把财跟性分开 这个是思想史上 一件大事 因为 这个是 从来没有这样分的 这样一分之后呢 下一步 就会把这一个 这个性会逐渐 会带有一种 形善跟本体意涵的 懂吧 就开底下的 宋学的这种讲法 那么 另外 张建明的 这一个论述里头 讲说 《红饭传》里头 有讲 福人君 使人得其常性 这是早期的论述 又得其常产 那性说呢 是说 福言性 一常而已 那这个 以常为性 以直为性 有没有 这不定要讲 以常为性 以常言性 大概这是早期的 说法 这里非常重要 主要知道 关于人性的本质的讨论 是 一般人可能认为是 烦到无聊了 但是很抱歉 这又是一个 你永远避不开的一个话题 明白意思吧 你永远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人性究竟怎么回事 主要的 也可能要花你的一生 慢慢去体会 人性到底怎么回事 那这个里面就是 关于人性究竟的一些问题 我们说 这课蛮难的 所以 我也没法 因为 总要讲道地嘛 对吧 我不能 不讲道地 可是讲道地它是蛮难的 这个假思想史的困境在这个地方 我功力还没有高到 就是既要道地 又要非常深入浅出 这个在我来讲 也有它的困难 一直还做不到 很惭愧 所以 要先求其道地 我们到底是大学的课 道地之后 我也希望 尽量能够深入浅出 让大家听得懂 好不好 但是 不求其道地不行 好不好 这个 所以 尤其这种比较 一直到今天还在吵的题目 就很麻烦 这要吵到 吵到二零一几年还在吵 现在还没有定论 这种题目最麻烦 好的 那我跟这位说 因此 这样 另外 李乐论 里头讲说 这个 大礼与天地同结 大跃与天地同合 盖言信也 大礼信之忠 大跃信之合 综合之情通不神明 那 圣人内求 世人外求 内求者乐得其信 外求者乐得其欲 欲意发而信难知 此情信之所以 正反也 所以这里头 换言之 有信是正的 情是偏移外欲的 这个意思 那意思也是 信善论 这样说起来 淮南杂说 洪范论 信论 信说 礼乐论 应当是 王爱石主张 信善之系列 作品 另外达 孙长青书 里面有一句话 这个 盖人人有善性 而未必善之充也 根据了 图字人皆可以为语 这其实也是孟子的意思 所谓语约 那这个大概 这个时间 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那他的辟寻清论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 也有可能 特别讲 这些话在 这个贺林都放在晚期了 就是因为他文集没有戏连乐 所以很麻烦 但我们根据可确定的 大概比较可确定的来讲 反过来讲 信善论应该是在早期 另外还有一篇信说 里面也讲说 事果信善而不善者喜也 服言信一常而已 这个根据上面来讲 也应当是在同一个时期的 而这个时候已经提出了 所以习以信成的这个问题 而不善者喜也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好吧 我们既然说信善 那不善者从哪里来呢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习 外面的习染所造成的 那换成是环境 是不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里面有一个学长叫徐虎 在大四的时候就写了一篇 这个王二世的人性论的演变 学得非常好 就提出来说 这个习者 既然重视环境 底下就会影响到他的重视礼乐行政 也就是我要改变这个大的环境 来重新塑造 让人归于正性 常性 OK 那另外原过篇里头 有人介乎天力之间 则故不能无故 足不害甚且贤者和 一善复常也 所以他把这个善 性当作那个常 当作直 当作正 认为基本上是善 这对很重要 懂吧 就是人的原来是这样子的 他的这个直是这样子的 他的常 是这样子的 他的 原本是如此的 因此我们要根据这个事情 来定礼乐 所以就所说的 要归之正性 正人世界归之正性 那徐虎还特别指出来说 可以根据金工对于孟子的态度 从早年的这一个 遵从孟子 到中间的回护孟子 到后来晚年批评孟子 这个顺序有道理 这个讲法有道理 然后来论说 这个 三阶段 而且他指出来说 唯有 善 性 善恶相混 可能成为 性善到性 无善无恶之间的过渡 这话也讲得有道理 因为 一开始 是遵从孟子 讲的是 性善论 中间 发现这样讲下去 好像也有一些问题 就善恶相混 就是性 性情是一的 情当中有恶 所以性当中也有恶 这叫善恶相混 最后干脆讲 原来的 原初的那个性 是无善无恶的 这个在理论上来讲 比较说得通 只有他的道理 好 那 也有一些其他学者 有类似的讲法 那 这我们不一颖 但是论述有精有粗 这不一一讨论了 好 嗯 这个毕明良的 这个归神四阶段 觉得不胜可取 应当是直接就是 有善有恶 说就可以了 那 好 那么 到了中期一 中期 可以见的是中期呢 第一个 要做四项史的考据 一个关键的话 叫做 在 再达 拱生腹 仁宇梦的书里头 有一段话 叫做 道德性命其中一也 道有君子 有小人 德有己有凶 则命有顺有利 性有善有恶 故其理又何足以宜 OK 那 这段话就是性有善有恶 跟前面的讲法不一样 跟之前引人的文章不一样 那这一篇文章的年代呢 李德生说 因为那篇文章里头写的 书有酒肺比莫之语 应当是 当与上文同为居上江宁石座 那 所以 那根据加上其他的因素 说是应当是 石油在自平原点 那 另外 另外一个讨论 像毕明良 就说 根据说 恐不能久堪 就是向秋这段话来讲 大概 还要提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大概是 自平四年 所以大概是自平原年到四年 那这个形状 应当是定于中期 OK 那 如果是中期的话 就是 有善有恶论是中期 那有善有恶论的 这些文字里头 另外 还有 姓秦说 跟杨梦 至于姓说呢 就 难讲了 姓说怎么解释的问题 那姓说我就断在前面了 这个细节就不讲了 杨梦 说 孟子言姓曰姓善 杨子之言姓曰善恶魂 孟羊之道 未尝不同 这个杨梦有的本子做这个 有的本子做另外一个羊 所以 就把 杨恶魂跟性善 所未尝不同 这个是大事情 诸位 读文言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文言跟白话不一样 我们白话一写一大段 文言往往是一个字不能倾下 所以他任何一个字的改动都必须要注意 古人这个文言是极其慎重的 绝不亲自写一字 不轻易写一字的 跟我们现在哗啦一大堆不一样 所以 装这个讲的话 是善恶魂 另外性情说里头有讲 性情一也 世友论者曰性善情恶 是图示性情之名 而不知性情之实也 这话就很重要 杨末 为什么有的本子做杨 有的本子做那个杨 我还没搞清楚 所以本来在研究 不过确实经常看到两个这样子 做起学问就知道 我每次演出演出就知道 学问真差 好多事情都不知道 好多事情还不明白 这个真是无窮无尽 很有趣 你真的要知道很难 这个事情不容易啊 从古没搞清楚这个事情 到底他人生会怎么回事 大概这些年才没来搞清楚 跟新的耶伦英发现有关系 这个事情很难 那好 所以性情一也 这个是一个石破天天的话 钱先生在前面也特别讲到 那性情一也就反对性善情恶论 谁说性善情恶论呢 李敖 所以他就说性善情恶论 这个性善情恶的这个讲法 就是性是善的性是恶的 有人说照他那样讲话去的话 就变成了这一个 阳如阴氏 也就是说情只要一动 我们人只要一动 情的意思怎么叫情呢 我们现在发动这些都是情 我们讲的一切是喜怒哀乐爱无一切种的都是情 只要一发动就是恶的 那要不动才是善的 就回到空跟进 空跟进的那个无染的状态底下 人一做就容易造作 懂得意思吧 这样就不行 所以啊 性行 一也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所以 王安石的第一阶段的性善论的讲法 最重要的是把财跟性分开了 这个是《识过天经》的一个说法 孟子原来并不这么讲 因为孟子的原文你细读 并不这么意思 孟子原文财 不是讲说把那个财跟性分开 是合在一起讲的 他把它分开讲 所以 这样子 就开始会 这个 把它 归于一种 信号一种本体之善的这个味道 可是似乎光讲本体之善 也不太对 所以王安石这个人了不起 如果照这样讲讲 他脑子极其聪明锐利 觉得这样讲 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恶的问题 所以就讲成了性情一也 都是从这个性情来的 那反对 性善情恶 所以喜怒哀乐 好物欲 未发于外者 存于心 信也 喜怒哀乐 发于外 而见于心 情也 如其废情 则性虽善 何以致名哉 诚如经论者之说 则是若牧师者 尚矣 懂得是吧 那这个就是 要变得像佛老 佛家那样子 不动 才行 一动 就是恶 而且说 也有情是不成查 情之发于外 而为外物之所感 而睡入于善者 也有发于外 而感而睡入于内为善者 这样子 所以 那怎么样呢 养其大体为大人 养其小体为小人 养子于 原则性善恶混 是知性可以为恶也 我这个使破天经的花了 性也可以为恶 这个不得了 明白意思吧 这一番话 所以 那么现在考据 说达王生辅书二 杨梦对南性情理论等 他是善恶混的作品 这个张建明的 这个说法 吴京旺 也有类似的说法 那 这里头 贺林对这一部分的发挥 值得注意 这个就是体用内外合一 来说明性情不可分的这个关系 那这样就 同时把杨雄跟孟子的说法 把它合在一起 OK 有善有恶 这是终其意 然后呢 又发展出 性相近而本无善 这个许多人把它列为它的晚期 我本来也性相近这么多 大部分 就是这个新的学生把他列为晚期 可是问题是考据下有问题 怎么讲呢 因为这一篇的代表作是在原性这一篇 原性这一篇说 约 无所安者空之之言也 福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 而五行非太极也 性者五常之太极也 而五常不可以为之性 哎呦这个又不得了 原来说人以理之性就是性 现在说五常不可以为之性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说的吗 因为说这个本体是不可说的 太极是没办法去说的 只要发出来的都不是性 懂吗 这个讲法就后来跟理学家大不相同 理学家认为说 五常就是性 就是理 就是太极 而他说 最高的这个东西不可言说的 那么他说 福太极生五行 然后利害生焉 而太极不可以利害焉焉 性生无情 有情然后善恶行焉 而性不可以善恶焉焉 之无所以异于二子 哪两个人呢 异于这个寒跟寻 所以性不可以善恶焉焉 他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性是无善无恶的 一旦发出来就有善有恶了 有善有恶的 他说就不是原来的状态 诸要知道 你们可能读了会觉得说 哎呀辛苦 可这实在是最精简 最聪明的一种 讨论人性的做法 明白这个意思吗 也就是说 关于人性的各式各样的讨论 有时候你可以长篇大论 写几本书 其实最后不过几句话 这也要讲到文言跟现代人差别了 古人大概写一篇文章 现代人会写一本书啊 你懂意思吗 他把这一本书 他要讲到这个话 最后写成一篇文章 听懂了 所以他这篇文章里面要仔细读 我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还喜欢写一本书 几十万元论 古人说你到底要讲什么话 你简单 你就一篇文章跟我讲吧 所以他几篇文章都可以 如果照我们讲 就发展了几本大书 然后但是我们也很惊讶 你的核心论子是什么 每一个都精彩 对不对 他的性善论不是一般的性善论 他的善恶混也不是一般的性善恶混 他的无善无恶论也不是一般的无善无恶论 都很精彩 那么 那另外所说的 诸子所言 也就是说梦寻阳寒 这个是古代论人性论的四大家 他说 这个 且诸子之所言 皆无所谓情也 习也非信也 通通把它说成了 情跟习 不是性 OK 性是无善无恶 养子之言为四亿 由未出户以习而言信也 他说这个都是后来的 不是原初的 那个性是那个原初的 这是情跟习 你说他的善也好 说他恶也好 说他的善恶混也好 说他是性分三品也好 他说都不是原来的 原来是一个太极的状态 所以这样就回到说 其实 王爱诗喜欢讲的那个性的核心的概念 我认为是那个常的概念 那一个直的概念 那个最原初的那个东西 只是他一直在探索 那个最原初的是什么 明白这意思吧 那个最原初的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一路的发展 从性善到善恶混 到无善无二所 这是原性这一片 所以他说这个是最后讲说 孔子曰 信乡敬也 西乡原也 无知言如此 最后归宗于孔子 孔子这个话 是他归宗的 后来这四大家 他觉得都不如孔子 都批评了 最后回到 所以要知道当孔子不容易 这个吵了一千多年之后 又回到信乡敬也 西乡原也 就是人的原本的状况 是相近的 后来是西乡原 他回到这句话 那现在是说 这一篇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很多人断做晚期 可是徐虎 顶下常福的文章里头 说到他质疑 这个宫氏先生弟子记里头 刘昌 批评了王安氏 这个时间 此书是成于 因中自评年间 既然如此 他就是批评了 所谓信者太极 人的信物善望之身 显然就是此这篇文章 也就是这个说法 不是晚年的说法 这个是自评年间的说法 设计之前的说法 所以只能当作终其之二 OK 好 那么 所以 性其一也 又是性情等 片中兴兴乐道的观点 所以 这样来看 所以原性的主张 跟前面主张 性有善恶的极变主张 年代不同 另外从归山的语录来看 他说 自尽无构及 孟子之言 信善事也 言信善可谓 探基本 言善恶混乱 是于善恶以蒙处看 金公概不如此 那 从这样来看的话 他批评的是他的 自够 自尽无构的这个说法 那 也可以证明说 这一个 信善说 不会是他后期的说法 因为 如果他这个时候还主张信善 杨归山 就是杨石 二臣的这个 最重要的弟子 至少是四大弟子之一 不会这样批评他 反而 自尽无构及孟子之言信善也 言信善可谓探认 言善恶混 他批评他是善恶混 所以 这样说起来 就可能 批评他终极的讲法 好 那这个都还是在他变法之际 所以这样讲起来就麻烦 那他变法之后到底什么想法 这个要引得最新的研究 张建民 从上书役头讲到说 上书役事 判告 若有横性 善者 是这篇说 我要这么写的 善者 常性也 不善者 非常性 印证我前面这个说法 所以 王金公大概是以常字来试这个性子 而说善者常性也 不善者 非常性也 那 宋常仁就批评这个话 说性既然又有一个常性 又有一个善的常性 那岂不就是性有善有无善吗 是不是 基于善恶魂 可基于善恶魂不等于善恶魂 这不同 也就是说 大概到了这个他做三经心意的时候 他思想更进一步了 也可以说浑融了 浑融了 性善论跟性无善无恶论 怎么讲呢 说你究竟来讲 你要性一定要讲他善跟恶 这没法说了 你一定说他善 你怎么解释人做了这么许多的恶呢 对不对 你要说他恶 也不好这么说 人有许多的善 说善恶魂也说不明白 说性其实是无善无恶 但是他终究来讲 就常道而言 就竟然他是倾向于善 人喜欢善 善者常心 那个不善的部分是非常的 不是这个普通品尝的 或者我们讲不是那么正的 不是那么长的 至少不是那么长的 大部分人不这样子的 甚至他自己也未必喜欢这样子 这叫做不善者 非常信也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等于把前面的论述呢 做了一种融合跟超越 另外 然则明知私信也 私经以者讲 明知私信也为可爱 君知私道也为可赐 既然讲私信私道 就表示说有一个常性 有一个正性 有一个非常性 有一个非正性 他以那个常性正性为性 以那个不常性不正性 为私道 私信 听到意思吗 那这就是比较成功的吧 双方面的结合了 那张建民虽然找出这些东西 可是他认为精工这个时候的善恶混缩 错 不对 这个解释不对 因为你把前面诸家连在一起看 其实是融合了无善无恶说 把前面三个说融合了 但是基本上还是倾向于性善说 听懂意思吗 这端解释就复杂不对 而这个时期更往后期 他在他变法比较失意的时候 比较更进一步的倾向于无善无恶说 把蒋尹叔叔里头讲 这个大概是元宫年间 可能元宫六年说 远一性所谓无性 这其实非有非无 此可以异通 难以言了也 唯无性不能辨 若有性 则火不可以为水 那张建民说 这个是讲本体论 不是讲人性的不不不 古人都通的 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 这个就是一性所谓无性 所以我说他婉言的说法 主轴其实是无善无恶论跟性善论 那么 瓦林的诗里头 赫林的一段诗 他说 风吹于瓦 剁还醉 剁 瓦剁吾 正打破我头 瓦意自破碎 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称渠 此瓦不自由 众生造恶业亦有一击抽 可是他不了解说 还有这个一击抽 这个击 是你自己决定的这个事情 这有点像西方人讲的自由意志 当然不太一样 我们不要随便比较 但有点那个味道 就是说 安实来讲 这是我的心自己在做 懂吗 一击 我心这个心念一动 我自己也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讲到这里 你要说赫林把王安石的说法 常常比作西方的理性论 在这里 这一部分是交集的 其他部分我反对 怎么讲呢 德意志违心论的理性论 最重要的一点说 这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展现 不受命定论 懂吧 那中国古代不太是面对那种宿命论 就是牛顿的机械论的那种宿命论 所以本来没有这个概念 不会从他们那方面讲 可是从佛家来讲的话 佛家有一种因果的 业力的这种命定论 懂吧 那在这个当中的话 要打破命定论的时候 就有一击抽了 所以王安石的这个人心 不得了 这样讲起来 这样晚年发展的话 这个一击抽 这个事情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他开始要处理命定论的问题 所以这个人聪明到不行 这是绝挺聪明 他这把中国人性跟史上的 所有的重要问题 用几篇文章全讨论 我就跟诸位讲说 他的几篇文章 照现代人写都可以写 其实就是每一本 一本大书 文言是这么写的 我人不轻易写文章 尤其这种高手 所以 这样讲起来 所以我说他的 晚期是何性情 何一性善恶混 性善恶诸人 而指向性相近 而本无善恶说 这是晚期 所以他这个时候应该分两期 好 进一步 这样子 我把这个再分成晚期 要分四期 这样子难搞 分成五期 那我这个分法 是融合了诸家 这个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子的区分 我也是很困惑 没有一家说得通的 听懂意思吧 所以 那 这也教你们一个思想史的方法 思想史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你要把重要的原点 这样子列出来 按照 所有这些最重要的代表性原点列出来 然后去考 还可以考的这些年代 懂不懂 你不要自己随便去解释 我告诉你 聪明人 同样一批材料 就可以有十个不同的解释 懂不懂 你一定要先根据可靠的 所以一定考据出来 哪一篇那个 然后根据这个 那这个如果没有错 我们在这几点要再去想 去去除那些不可能的解释 因为可能的解释太多了 这么多文章 听懂意思吧 我这里面看到太多不同的解释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我也改了十几次 一直改 一直改 最后得出了这种五旗的分法 很困难 那大概是融合诸家 那么 他的人性论讲清楚 人性论讲清楚之后 就要论说 他跟礼乐行政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 王安石是 他的 人性论跟礼乐行政是什么关系呢 他一开始就写礼乐论 这个礼乐论里头就是讲说 性情跟礼乐是一眼 那么到底人是怎么样 变成不善了呢 他一路上喜欢讲习 是习与性成 最后也讲孔子曰 性相近习相远 那我们看到前面回到一下 这个礼乐论 早期礼乐论的 这个 他论的 这个说法 正性 顺人之一也 这种种 所以 在早期来讲 他的礼乐论呢 尤其是带有一种性善论的意味 认为要回到 性之中 要回到了 正性 这个有正性跟常性 性之中的讲法 他始终会有之 那么 而早期是性善说 然后说 恶从哪里来呢 这个恶呢 是从习来的 既然恶是从习来的 你们的这个学长 大四时候写的篇文章 写得非常好 就是说 这个 因为性从 恶从习来的 所以要非常重视礼乐教化 礼乐行政 来改变这个环境 大家都可以为善 好 所以 所以 先王 那这个里头 要注意礼乐论里头的说法 说 成生于心 心生于气气 生于行 行者有之本 故养生在于宝行 充行在于义气 养气在于宁心 宁心在于智神 智神在于尽性 古人的思想不简单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古人 比我们现代人 常常是更丰富深入的多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于说 要兼顾到了这个行气 然后在这个季度里面要宁心 宁心能够制成 制成最后要尽性 也充分地把我们的本性 要能够展现 前提是要达到一个 宁心、氧气、充行、养生的这个条件 所以晋性是要把这个心跟物 都能够兼顾的这样子的晋性 那么 我跟诸位讲说 资本主义不能晋性 资本主义常常把人的性 给搞得乱掉的 社会主义也不能晋性 所以现有的 其实现在西方的生活学法 要能晋性的很难 那基督教 这个是一定意义上完成的人性 不过那个是一个宗教性的一种完成 佛教是完成佛性 那王恩石这个讲法 是要比较儒家的一种完成人性 心与物兼顾的一个玩性 那所以古人的礼乐呢 是要心跟物兼顾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先王之其兰是故体 天下之性 为之礼 和天下之性 为之礼 礼者 天下之中金 悦者天下之中和礼乐者 先王之所以养人之神 正人气而归正性也 所以这个又回到那个正性的概念 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就说要透过礼乐行政 让人回到这个正性 这个讲法是有古典依据的 中国传统是这样没有错 那从这意义上来讲 他又反对荀子的话性起未缩 说荀子只有这个人不只有天 这我们前面说过了 你不能够用一个这个土杯子 你不能拿木头做 你只能用土来烧做 好吗 所以礼乐是不能够违逆人性的 就像猴子你没法叫他礼乐 这个是他真举这个意思 所以援居之行非不若人也 神之于尊卑这个不行的 所以搏荀子 说荀子那样子 不知天只知有人 搏老子 说老子只知有天要顺乎天道 对不对 不知有人 不知说人的这个礼乐行政很重要 所以老子一篇里头讲说 道有本有末 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 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本者出之自然 故不假不仁利 而万物以生也 末者色无形器 故待仁利后万物以致成也 这话讲得非常的好 那今天还是讲得通的 本 根本 道的本是自然的 可是后来呢 要假乎人力 所以呢 要怎么样呢 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也也无为也 这是博道家的说法 必至四数焉 四数者礼乐行政时也 一定要礼乐行政 所以这样讲起来 就很重视礼乐行政 让人能够回到正性 所以他另外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 他是翠然 这个地方是儒家了 懂吧 而且还是比较接近孟子 但是尚规孔子的这个儒家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他的这个论点 岂不是很好吗 但是呢 他整个论述里头 缺了一个要项 徐虎指出来说 他缺乏修养 修养论讲的少了 也就是说 性情论讲得很好 礼乐论也讲得很好 理乐行政讲得好 可是中间缺了一个修养论 这样的话 就变成从外面要把大家都教化了 懂吧 听懂意思吗 那岂不是你要自比于圣人 你来教化大家吗 他就这样去教神中的 我们前面说过了 那这样教下去 就造成了一个自我位置太高 别人都说 不是说三清心意一定好或不好 而是说你不能拿你自己一家之言 叫大家都这么做 对 你一下就自比于圣人了 这样子不行 好不好 主要知道 那古人是做成之后 大家不能说他是圣人 譬如文王武王 你开国立国施行政教周公 这些都知道 哦 忽然说是你了不起做成了 你在那刚做 你就自比圣人在那做 这不行啊 大家受不了 这个差别很大 圣人是后人说的 你了不起 我们大家佩服你 这不能你自己在那搞 可是他自己呢 他说 众人纷纷何逐境啊 是非无喜非无病 你们讲了都没有用了 乃之轻重不在比 要之善恶由无身 善恶从我自己 我的身来的 另外 他说 这个 这大木啊 深深之余百余寻 高路清明不复灵 万祸封生成夜想 千山月照挂秋英 他是自比啊 我是怎么样呢 深深之余百余寻 高路清明不复灵 我在众人之上 好不好 那么 这个 奇因愤壤摊肥里 不是靠大恰摊肥来的 自得乾坤造化心 我得到乾坤造化心 郎庙伐春英建曲啊 这个 事无良将故相亲啊 你们没有资格来 来砍我啦 简单讲 你们是俗人 所以啊 朱子说 然其为人啊 直虽清洁而起本天侠 直虽高远而学识繁静啊 今为安食之学 独有德于行民度数 而道德性命者 为有所不足 否以佛老之言为妙道 而为理法师 即为出击辞政王氏之身 后半这个话 讲得不太道地 也被贺林批了 就是说其实 王氏并没有把理法师 理法师变为出击 他很看重的 但是他的道德性命 是有所不足的 也就是说修养不足 后来也讲了修养不够 你字的位置太高 然后因为缺乏修养论 这点到底徐胡说指出来了 会造成整个系统的 这一个编写 编写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高谈一个理想的 道德性命 以及这个礼乐行政 可是你不从修养上下手的时候呢 结果就会变成 你以为说我只要有一套 礼乐行政 我就能够把大家都改变 殊不知 关键是要靠大家的修养 听懂意思吗 而且你自己先要有一个过人的修养 这个都有的话 你不要以为你高谈这个性命 道德 高谈这个礼乐行政 天下可能够改变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后来的道学家的重点放在修养上 听懂的意思吗 而且后来人 尤其王恩石新政失败之后 大家就说不能这样搞 这个是一直骂到清末的 基本上来讲 谁帮他翻案 我跟周围说到近现代 因为我们一想变法 清末民国以来就帮他翻案了 这个基本上是一路骂到清末 作为学案里头 王恩石不在正是附在后头 附在最后面几个 就是新学炼 对吧 金公新月附在最后几个 就不入在学案的政变的 附在最后头 所以这为什么王恩石难研究啊 因为他的东西啊 一路被骂一路被那个 所以他到底原来怎么样 当然搞不清楚了 但是从思想史上来讲不能这么讲 因为呢 他其实是第一座高山 有了他第一子咒 才有后来的这些东西 明白 所以从思想史上必先搞清楚 其实他的影响 在北宋是无人能挤 在整个宋代也几乎是难有匹敌 只要到南宋到中晚期 这个陈珠学才能够与之相抗衡 所以这个他的影响在宋代是极大的 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 我努力地把这个 所谓关键的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这个看懂了 我们把王安石的这个性情论跟他的这个 理学行政的关系看懂之后 底下的宋学的发展豁然开了 就突然一下明白了 这个事情是千年之秘 在思想史上 因为什么 真搞不清楚 因为你搞不清楚王安石 底下怎么搞得清楚 整个这个理学如虞仙人所讲的 是在跟王学的竞争当中成长的 可是虞仙人也搞不清楚 王学怎么回事 你们去读虞仙人 虞仙人并不清楚 王安石之学搞不清楚 好 所以大家都搞不清楚 那因此跟那个王学竞争 底下的这个学发展怎么搞得清楚 今天这么一讲讲清楚了 明白意思吧 其实后来理学家种种的论述里头 金公都讲了 各种 无论是性无善无恶论 性善恶混论 这个财性分离论 还有这个性善论 还有中间的各种的变化观想讲 这个人真是才高一时 也难怪他如此之自傲 听到意思吧 当时人也是 原来大家看他也是万丈之木高出众人 本来就这么看他 没想到 他修养不够 傲子起来一做 所以政治上感到最后什么 还是孔子讲得对 德性结晶一切 孔门思科 德性言语政治文学 你讲得再好 对吧 本领再高 知识再多 德性不足就是不行 这后来变成中国政治 乃至于中国整个学术的 大概是这个 怎么说呢 不义之论 一切以德性为核心 我们讲这里修行一下 这部分难 变法比较起来就容易的多了 讲他的变法 这个东西真华实践 难搞 这是千年之秘 休息一下 底下讲他的 这个 变法思想 我们要先看这个变法的主导思想 根据邓广明的这个研究 王二世早年在各地任清明官时 就非常重视名声疾苦 对于水利 名声 不当的纳钱 税务 交通 刑狱 都非常的用心 他当过很多年的清明官 那么 我记得是有刑狱 这个要确认一下 对 刑狱的确认 刑狱极为用心 我确认一下 刚念李敖也没错 这是我那个 蚕藏医的学生 那么 吃鸟好不好 没有面窗 面窗 好 那 这个 他的 以王生府书二 时任江东提琴的时候 我就说 古者一道得以同天下之俗 是指有为于事也 今无异论 当时很多人就说 觉得他的讲 他的很多言行举起 跟大家都不一样 他说 古者之一道得以同天下之俗 这话是出于理计的 一道得以同天下之俗 出于理计的 是指有为于事也 人无异论 他说 有为于事的人 人无异论 今家遇到 仁淑德 又以爱政喜怒 便事实 父子 真无有拥具 非得于人之议论 便事实之传 后以我之掩护 大家讲法 分分杂杂 各讲各的 一堆议论 真正的有为之事 依道得 那怎么依道得 就前面讲的 先王之道得 本乎性情 性情出于人性 从这个同样 依道得 依道得 那前面也讲 他讲那个学技 前周学技 也是要依天下之 这个学术 风俗 道德 教大家 如何做事情 唯一唯观 那在这技术底下 在仁宗的晚期 他有一篇重要的 《上仁宗皇帝言诗书》 底下讲说 内则不能无以设计为忧 外则不能无拘于余底 天然才亦日以困穷 或是日以衰坏 这个是他说今天的状况 这话讲得非常的到底 所以 四方之士都长恐天下之久不安 一方面好像是盛世 另一方面 有内忧外患困穷 风俗摔坏的这个问题 那他说怎么讲呢 原因在于 方今之法度 都不合乎先王之正故也 那么 于是 要变这个法度 可是说呢 然而成故以为陛下 虽以改意 更格天下之士 何于先王之意 其事必不能者何也 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说才不足 人才不够 那你怎么改呢 不是我上面 这个圣上有意要改就能改的 可是他说 今之天下 亦先王之天下 先王之士人才常众矣 何至于今而独不足 虎故曰 陶也而成之者 非其道故也 文王能陶也天下之士 而使之 皆有 他应该叫 商之士天下常大乱矣 那道的文王 文王能陶也天下之士 而使之皆有 是君子之才 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观世之 也就是说 人才是陶也来的 哦 我们就明白了 懂吧 他要来一个圣君贤相 从上面运转乾坤 陶也人才 听懂意思吧 来回他的心政 来回他的变法 所谓陶也而成之者何也 以教之养之取之 认之有其道也 要教之在学校 要养之 要饶之以财 约之以礼 请注意 他对世代夫要饶之以财 约之以礼 才之以法 大家不能喊喊喪喪的 老百姓怎么跟着你走 可是还要约之以礼 才之以法 要求之 取之 取之必于相的 必于详续 必须认之 认之 认之 知農者 再为后期施工者 以为共工 认之 这个是要 就是 适当的 要 要 教之养之 取之认之 这话呢 其实讲也没有道理 你要改变天下 最重要的是 要改变这一个世界层 这是中国政治的基本原理 那 必须要教之养之 取之认之 讲得很好 那说今天的情况底下 在这个学校 周县虽有学 可是呢 只是学 章句 而朝廷 礼乐行政之时未尝再学 学者亦默然 质疑礼乐行政 为有事之事 而非己之所当之也 所以说这样不行 底下 贪婪之于改科举 考经义 考策论 要你知道 礼乐行政之事 那另外说 先王之时是所学者 文武之道也 要奸学文武 要能够 还要能够带兵 这个 所以 古边疆思维界的世代 为此小人不得奸其任 这是改变宋代的众文清武 这个人的气魄大 对不对 然后他说 他说 曾于财力故未尝学 然怯观前日制裁的大乐 但因天涯之地 以生天涯之财 取天涯之财 以供天涯之费 自古自私未尝 以不足为天涯之功患 也患在制裁无其道尔 这段话非常非常的有名 比如说 王恩时有一个 这个 划时代的 不仅是划时代的 是他说 是这一个 礼乐行政嘛 礼乐行政 它是个管理的事情 他自己并不去这个理财身材 王恩时的理财是非常著名的一件事情 所以 他说是 那 曾于财力故未尝学 那不光他啦 其实大家都没怎么学啦 可是呢 他说是 要因天涯之力 生天涯之财 所以后来很多的新政都在讲要怎么生财的这个事情 那 上面讲 文人要能够带兵 居者为六官之亲 出者为六军之将 这样子 就能够对付外患 对不对 下面要那个理财 就能对付一开始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这个财力日以困穷 而风俗日以衰坏 也能够解决啦 对不对 那 这个 设计之忧 遗迪之巨 都解决啦 是不是 这就是他的 想要能够改变的这个蓝图啦 那 那 要 做到 这个事情 他说啊 基本上 基本上 是 要能够法先王 可是呢 我今天讲这个事情啊 他说 至于大伦大访的一只记 先王之所历学而守者 盖不及也 一有及此 则众句群句而孝之以为一阔 也就是当时的这些人啊 平常读书就是只是谈章句 只是这个 这个 写这个 做诗文 懂不 就跟诸位一样 现在读书啊 只知道读教科书 然后加上了研究所的 只知道写论文 真是要问你天下 金国之大业 名声之事情啊 一概也不知 一旦有人即知 则群句而孝之以为于阔 类似的 所以现在读书人也没用 就是这样 同样的 所以 那 除了说 我们现在是民主政治嘛 反正大家各说各的 谁说我不关心 我也在这关心 你也就是稍微跟着讲讲而已啊 天下是你何曾真正彻底用心过 想要把它弄明白过 那说反正丢给民主 既然丢给民主 那要我们干什么 反正只要能够试制的人 看看书都能议论嘛 所以今天就是文科的结论就是 百无一用事文科啊 就是这样 就是如此 谁不能够讲两句话 谁面的意见 你又有什么特别 对不对 一样的到底 是一样的 国往近来啊 要改变世界的人啊 在当时都是被群聚而孝之的 我跟你讲 都是这样 那后来那些群人都不见 就剩下那个改变世界的人 都几名 大概是这样 不过 我还只是有缺点的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那么 严妇论说 这个蓝图是 非常好的一个蓝图 上给仁宗 仁宗没有能够用之 因为当时人 基本上认为要守主宗之法 要安静 要静定 不要随便跟动 就跟诸位说过了 所以王安石这个事情 是宋代的一个 划时代的变化 王安石之前 这个 如邓小南所研究的 祖宗之法成于太祖太宗 成于仁宗 整个的体制是按照祖宗之法 我前面跟诸位都介绍过 很基本上 到了这个时候 可是有王安石所举出这些问题 当时人都觉得该变 王安石提出变法的蓝图 可是大家呢 一般在学校里头 四阶层里头 大家群聚而笑自己 报到朝廷 朝廷不管不理 听懂意思吗 那要到了这个 还不是音宗 要到了神宗的时候 终于用了它 于是就展开 今天动力编法 宋朝历史就从此化成两段 北宗的历史化成两段 听懂意思吧 那就是这一个 凡的思想所构成的 所以这个思想非常的重要 确实都是一些 划时代的一个思想 彻底改变的思想 而这个思想是 以培育人才为中心 你们仔细读整篇 主要是在讲这个人才 很有道理 可是一个问题 如颜复所指出来的 公所言如此 然他日当国 亦未闻于逃成人才之道 有如何特惧首颜之处 不可怪乎啊 怪了 这是批债 承愿陛下见汉堂五代 所以乱亡 这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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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若明昭大人 所以逃成天下之财 律之以谋 祭之以术 为之以贱 其为何于当事之辩 而无负于先王之义 则天下之人才 不生用矣啊 这让他讲得非常好啊 可是卫文 逃成人才呢 这是什么一个道理呢 其实就是太急切了 他太自信的 认为自己这一套 结果殊不知啊 没有这么容易 要培养人才 不是光是用这一套 从外面来的 他回头来看 他的教之 養之 取之 认之啊 其实还是比较偏外的 人才真正的关键 尤其在政治上来讲 要有德性 德性不是这样就能够来的 无德之人 所以说干嘛 那么一些人的德性 哎呀 人啊 自私自利成性 真权夺利成性 一旦没有德性啊 你别看他做的表面上是 漂漂亮亮亮 骨子里都是自私自利 真权夺利的 懂吧 所以这个没有德性 人是没法治的事情 因此他学问就输在这一点 这样明白之后 反观也就解释了说 为什么以后的理学跟道学 一心一意的就以 这个培养德性为中心 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重新要回到那种 所以不必要变法 现有的法就是各用 但是关键是人 要能够正心诚意 懂吧 乃至于要 乃至于要 格制成正修其制品 要什么格物制之 诚意正心 这个都是从道德性命上讲 这样才能修正 才能写下 才能直播平衡一下 这个王安石这种 重视法度之变 从上到下运作不一样 那讲到这里 这里今天跟中共的政治做一个对比 中共政治今天也是一样的 不重视德性 不重视为政之人的品德 只是从外面来 你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知道 懂吧 事情若只从外面做 人心不可测也 我讲华原毛病多了 这是宋查的历史经验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王安石的变法到最后 其实真正最关键的 是在从事于经济跟财政这一方面 其他事情真的能做的 其实不多 他做的也不多 那他这个经济财政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主导思想 叫做易奸并以复国 这个在他早期在他当这个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度之复始听提名记》 他是替这个人写的提名 这里面就讲 他说 利不良 则有法而莫之手 法不善则有才而莫理 有才而莫理则千莫履 以相之贱人 贱人思取 强于之势 善万物之力 以与人主身勤手 而放弃无穷之欲 非必贵强劫大而厚能 或者也有念前手的 贵人思取 不是分析 贵强劫大而厚能 其他还钱啦 钱手 钱之旅 钱吧 念钱 钱手 钱 那 那么这里面讲说 有才而莫里有 则一般人施取强硬之之上万物之力 与人主争前手 这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地方上的这一些贵强杰大之人 就会乃至一般人乃至于律师贱人 都会想办法发财 然后来掌控地方 地方上简单说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做主嘛 于是说不可以这样 我们要把这些地方上的这些有钱有势的这些人的财 把它拿来来复国 所以这个叫做一兼并以复国 听到意思吗 所以地方上这些人靠着兼并 靠着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赚钱 结果是老百姓受苦 那先皇之道呢 是要让老百姓都能够平均而且均富 就要把这些地方上的这些 特别有钱的特别有钱有势这些人的东西呢 把它拿来来复国 这样子不是一举两得吗 好吗 那么 严妇提得好 这所谓的清纯专制 到极好时便是父母朝廷 朝廷像父母一样照顾子女这样 可是在当时已经做不到 盖如大江然 既是今阳而欲树之龟霞 这在去当艳遇之计可复得业 至于今日欲不必延宜 此批在三代子百姓公司无私彩 人族 善操饼如天 此斗魁 赋予皆知我兼并乃兼回 那么 兼回法有诸 事意无志来 所以 换言之 用政治的政府的力量压抑兼并是做不到的 严妇懂得 这个 民生的经济的发展是如长江之水 水势越来越大 你控制不了的 宋以下的这个民间的财富 民间的这种商业经济的发展 不是政府要能够这样能够操控的 那么 一旦要这么做 做不了 最后王金公是失败的 那这个事情就涉及到 从宋以下 到明清的兼并之事越演越烈 常常是为 朝代衰亡之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朝廷要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那这也涉及到 今天社会主义能不能成功的问题 政府能不能来从事 这个 王恩史当上 官吏做了很多类似商业的事情 听懂意思吗 像清描示意的这些做法 那么 王恩史是有社会主义思想的 这颜复批 金公 这个 兄中社会主义胜负 他说不必靠 征税 让王 不必征确而王府自由 不是靠征税来增加国用 因为国用不足 怎么办 于是用经书 清描示意这些种种的方法 干嘛呢 我不要让商人来赚钱 我政府来赚钱 打倒民间的这个世家兼并 他这条路子 这是他的主导思想 王恩史变法主导思想 带有一种社会主义 所以 我一再讲 王金公的很多做法 跟今天 当今 共产党的做法 是有类似性的 你要注意看 他整个思维方式 那 这个绝对不是偶然 然后讲 共产主义者 大陆的学者 以前早期 无不推增王恩史 民国以来 也能推增王恩史 这个事情是要到 文革失败之后 才重新去反省王恩史 听懂意思吧 在这之前 其实对于王恩史 基本上都是推增 怎么样 那是真懂王恩史 还是因为列宁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列宁 没错 因为王恩史 列宁称赞着王恩史 对 是有这个事情 不光是这样 我跟诸位说过了 从清末民国以来 都想变法 彻底改变中国 所以推增王恩史 在清末以前 大家都骂王恩史 所以 李华瑞写了一本 这个王恩史 辩法研究史 讲了九百年的这个事情 我在这里面 很多从这里引的 很有道理 对于王恩史的争议 事实上就牵涉到 整个中国近视体质的 根本性的问题 就中国近视体质 到底要走哪条路啊 是比较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还是要比较走 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啊 在王恩史这个时代 就已经萌芽了 那王恩史显然走的是比较 不是市场经济的道路 他是要政府来 这个代行很多商业的功能 他是要抑制民间的 肩并跟剧炼 他是这样子的 但是炎富就说 这个事情做不成 长江之水啊 流到现在 管不了 这聪明绝体 哎呀 主要知道 其实古书啊 以前说 这是给天下锦绣才子读的 要够聪明啊 这个 你要知道 这个都是 管天下事的人 懂吧 他们心里想的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我这个事情 往左边一点 就是千百万人受害 往右边一点 就是千百万人受害 差一点不行啊 是在思考这种问题 炎富也是以王者师自认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 法医的暗语说 他说 世民理财啊 说王安史的这个 度之父使听 必提名记 他当时就注意到了 世民理财 是以静置天下之发财 既静发财 又望天下之己足 而安无证 所谓多所底悟者也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批评 那袁强云 王借否之变法 如轻描 如宝马 如故意 皆非法 不良 其意志不美也 其尽 寻至大乱者 身不知其实之风俗 人心不足以心 其正故也 而媚者已见其弊 而自其法 故其心不服 因而党 论分摇 至于王国而后矣 而后世税稀稀然 举以变法为戒 其意义不达于理 这是聪明 这讲得好 不是说这个 法不良 意不美 可是实际做起来 这个当时的风俗人心 还不能够这样子做 然后你硬要这么做 大家吵来吵去 于是党论分摇 至于王国 不是说变法不对 是你没把事情看清楚 讲得好 那前先也有一些 类似的讲法 意思就是说 前先是说 宋代的根本的问题 是冗官闲路太多 冗官不革 政治绝不可以推行之理 安时不足节省 是新政的 又一切点在此 只认定于目标 没有注意到 许多年代重要事件 即刻的心理 结果被群小所包围 所以看重死的法治 忽视的活的人士 那这一点呢 其实是原有的人 就这么批评他 当事人就这么觉得 不是说精工人品不好 也不是说这个法原来的意思不好 所以你这样子推行不行 那这个也是批评得很深切 这前先的批评 那么 好 这讲他的大论 大要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 有没有几单没有说 那一阵子都说了 另外 近代的也使觉得 还受到马列的影响 除了讲外患深重 内政腐化之外 会讲到社会矛盾兼类的问题 这社会矛盾尤其说 王安石又代表了 中小型地主的利益 司马刚代表大型地主的利益 中小型地主跟农民有所矛盾 于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方田 清苗 其他事情去布国 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通常都是把他画得太死 因为古人根本没有这种思维 那后来说其实王安石的田比 司马刚多得多 司马刚怎么变成大地主的代表 王安石变成小型的代表 王安石有两千多亩 司马刚只有三秦 最后仗还跟人家借钱 正好讲法 但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也就是说 我并不认为阶级论书 你们不要听得就像 他有一定的道理 阶级矛盾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通常不要太夸当 大概是这样 也就是说 你说儒家笔家是地主阶级 这当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确实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只关于地主阶级讲话 这就绝对不对了 他的思想从来不是这样 他也不是 因为是地主阶级所以拥有这一切 他是先王之政 简单说 他一切是先王之政 就跟美国一切要守宪法一样 对古人来讲一切 就要根据历史上最高的模范 在当时当中没有其他的选择 也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他不知道今天也没走出其他选择来 那么 所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商业资本势力迅速膨胀 土地日益集中 以及农民的破产流亡 那这个跟兼并有关系 学者说 王安石的动法动机是催疫兼并 富国强兵 这个大概大家都同意 没有问题 另外说他具有一些社会主义倾向 这个一直兼并 国家主义这个大概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说他经济思想 比较突出的大概是以农为主 以水利建设发展为农业的关键 以商畜农强调发展商品货币经济 以及重视易兼并等 那请注意 当然是以农为主 以水利 也不能说那么当然 对不起 但是以农为主 重视水利 他有这个农天水利法 特别重要的 然后要开垦西能田地的 另外他一定程度上 是重视商品经济的 虽然有需要两方面都有 他不是全面都要 他有一些是让老百姓的 但是有一些大的他要收回来 所以这就蛮接近 其实孙中山的想法 发达 国家经济 意志私人经济 懂的意思吧 不是完全的那个 社会自由这样发达 其实他比较民生主义 就让国家有些大的操控在这里 但是其他地方也要让你自由发展 一中视一直兼并 另外 那有人说 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 既要加强政府 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 又这一个要控制上 他说日益 矛盾相反的 这只能说部分的矛盾 因为王子不这么简单 就跟他人性论一样 你不要小看他 他竭顶聪明 方方面面都有 他也有放水流的地方 懂吧 但是他觉得有些东西 国家是应该拿过来 避免兼并 这就看他 这是分寸之间 那他的理财 是内容积极广泛 包含了 除了财政之外 组织国民财富的生产 协调其分配与流通 另外尤其突出是打击兼并 把打击兼并政策贯彻到财政 思想改革的这一方 在东建中国的历史上 没有任何其他理财家 可以与之相比较 这点值得注意 以前当然历代都有讲 财政理财的东西 但是王安石用了一个 划时代的新做法 就是用军书清描示意这些方法 要把原来民间的兼并的钱 把它弄到政府财政来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这个是全所未有 这一点其实中共现在很多财政 也是把很多 原来是民间在那赚大钱的东西 跟政府在赚大钱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在盐铁酒茶等专卖问题上 却尽量少用干涉用多刑放任 所以他不这么简单 原来汉代钱不足 所以盐铁论要盐铁专卖 王安石倒并没有 所以他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并不适合 因为他认识到在当时 在这一方面 必须要放 所以这都要进一步研究了 你没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研究 另外什么三不足 这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话 这是这些反对派人的话 那九百年来 王安石关于他的变法评议 所以大体上来讲的话 就近以前都是批评的 那之后的呢 是这个 就近代以来赞成的多 这我们不详细说了 时间的关系 这都不详细说 我们参考一下 那大部最有名的邓广明跟七霞 今天来看 里面的研究呢 有部分可取的 不过很多来讲 今天来看都是问题百出 有部分的可取 我们就不详细说 在当时来讲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以华文明表示 他们的学生 大部最有名的 也就是这一段的学者 那当然必须要予以尊重 因为在那个环境下 能够讲成这样就不简单了 你们要有点尝试 我放在这里 好 那么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的一个 文革之后的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 一个转变的一个看法 因为之前像这个 邓广明啊 七霞啊 长时间主流啊 都是推崇的啦 因为划时代的转变是王真宇 这个王安石变法简论 那所以我引了很多 那简单的说 之前都是推崇他的 两发美意 你比如说看这个 邓先啊 七霞啊 这些都推崇他的两发美意 然后说也有这个部分的成功 当然都有部分的成功 但是因为一些例子如何如何 那王真宇就明白指出来说 不是这么回事了 因为真正全面做的都失败了 而且对我老百姓没得这么好处 这个 你看双方就很有趣 这个 邓广明就先谈他的这个农天水利法 说他的农天水利这个事情 为天下增加了多少的田 这个增加了多少的富利 大家都纷纷在做 那这个王真宇就贬义说他的范围 那王真宇说真正全面做的 首先是青苗法 我们看到王真宇的这个 请看这个事情 那 他说实际的结果本来是说要带钱给农民 取代民间的高利贷 他说实际上来讲 其实只是增加两笔税付 一个叫义钱 一个叫轻苗钱 他说这两个东西 免义的话是说拿钱来带义 那 我看看 他说 他说 平心以论之 轻苗法者 不过依银行之业 而 持之以催义兼并 其孝盖之为为莫 而银行之业 其性质 乃 宜于明办 而不宜于官办 这话讲的 他说 关其事情条冠 如之前所指 往往必多而历少 爱民者是以害民 也就是说 本来是要解决明灵跟高利贷的事情 可这种事情官办就有一大堆问题 这就是细节不说了 我们不是去讲那个 因为我们在讲思想 书中都有 你们去看一下 所以其结果造成了老百姓更大的负担 那免疫法呢 本意也很好 可是呢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为什么要对乡村的四五等户籍下户纳钱的问题 因为本来扶差役即是乡村上户的事情 改差为故 下户不应当纳钱 结果他居然下户也要纳钱 那有些人被逼 甚至于被逼死 他从这个来说 这个王恩石啊 你的目的根本就是恋财 我是不同意于王正宜这个说法 王正宜因为说 讲到最后说变法弄到最后啊 固然有部分的成就 但真正最大的成就是国家最富了 老百姓其实更穷 至少很多的老百姓 尤其评价户的结果不好 那么说要强兵 兵也没有真正那样子强 是象征性的强了一下 所以就变成了王恩石的这个变法 真正要成功的就是复国 那时候就可见他原来 讲了半天都是讲了一些道德仁义的好听的话 骨子里其实就是想要让国家强起来 这个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 他的思想不是这样 但结果 确实有太多的例子指出来说 好像真的是真正完成的是复国 而明没有能够成功 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王安石的理财思想的核心 是要一坚定 实际上那些本来是民间的这些 有财有势的人做的事情政府来做 所以确实这样子钱弄到政府里来 那请问这些有财有势的事情 譬如说军书清苗示意这些事情 乃至于这些事情 政府来做老百姓会不会得利呢 未必然 你是政府在那里代为经营 所以这就产生了许多的问题 另外 他说是谁把持了清苗钱的借贷呢 在于 因为都是上户把持 上户把持怎么会对老百姓 增进有帮助呢 实际的年利 他年利其实也蛮高的 那么这些贫户借了钱 无异于饮鸩止渴 另外还有这叫纳钱 本来是纳食物的 纳了钱之后呢 结果就老百姓就逼得上吊了 而且政府呢 说是钱充足了之后 不是金融货币增加 是不是经济会增长呢 不然 他说这钱呢 就堆在全货 惯朽不用利不及物 也没有真正能够促进商品经济 说是这样 那至于说保假法呢 本来的目的是足以除道 他另外说是要强兵 所以王安石的保假是要整个改变中国体制 王安石这个人呢 心胸是远大的 宋代众文清武嘛 他说这样不行 这个世人要能够文武兼修 民间要有保假 那这个讲法原来也是挺不错的 可是 实际上做起来 理论上是可以除道 余木兵 可以恢复真兵 可以养兵财费 实际上做起来 说是 教法之难不足以为国 鸡迷之虐有圣焉 鞭吃之库有圣焉 诸求之无圣役 又有足养子 出这个序 就是罪序 再嫁其母 兄弟息去求免者 有毒其木 断其子 治闹 其肌腹 以至于自其残废 而求免者 哎呀 我跟你讲 再有良法美意 你一弄到这些官吏的手上 你就变得可怕了 你懂意思吗 因为官吏没那么好 哪那么都是根据良法美意做 他在里头玩花样多了 而且为达到行政目标就不管了 所以中国传统是小政府的想法还是对的 王恩石这样搞来就变成大政府 政府也要管理财 也要管兵 也要管这个民间的各种的事情 如果都是好的人才官吏 那这是伟大的政治 对吧 如今天共产党的理想 这个党人文为这些 实际上来讲 大家都在那里 各位己私 然后烦的事情就不去做 老百姓死活干我屁事啊 坦白说 免如上意就说 所以讲到最后不是说这些法好不好 是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情 那王恩石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思想讲明白了 对吧 他自视太高 以为他的这种道德性命里越行政结合了 我这么带领的底下做得都会好 没那回事 你对于人性的估计出了问题 懂吧 我常跟主人说 我活到这个年纪 对于我这95%到98%以上的人 他平常做的事情八个大字 巩固自我排斥一几 告诉你 哪那么好啊 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变成上面一套 一套底下做就变成另外一套 两法每一套下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简单说我就不一一论了 因为这边都写在这里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你一个看 每一个都是这样 原来法也不错 定的也不错 就是有些地方做的也不错 同一地方也有成效 但整片而言呢 不是这么回事 实际上各种的资料出来 王真瑜调了一堆资料 仔细的读史书 一堆材料资料 告诉你当事人结果怎么怎么 这个前面是 最全国性的这几个事情 就是保甲轻描免疫 至于其他的部分 那还有部分讨论 我们就不一一说了 这个时间不够 请大家这个自己看 因为我们 我不能占你们底下讨论课的时间 顶多我下次再解约的讲一讲 王恩寺必须要带一段落 我们今天休息一下 OK 到这里 重点我也都画出来了 各家说法的什么重点 关于王恩寺的有关于变法 各项思想的措施跟得势 有许多的争议 那么大底而言 在二十四季前半的研究 还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专业细致 那么在八零年代以前 又太受政治的影响 那在八零年代之后呢 二十四季后二十年的 王恩寺必须变法研究大概是最盛的 那简单说 就是对于清苗法、免疫法、薄甲法、士义法的评价 依然是争议最大 而且否定的意见有见趋增多的倾向 而农田水利法、方田军税法 客举改革得到较多的肯定 那之前呢都是比较一味的倾向于肯定 那现在真正如果把当时的实情 那么按照 因为我们关于宋代史料还是相当多的 一一加来最细合的话 大概就是否定的意见慢慢比较多了 其中争议的最大的焦点就是免疫法的这个问题 有人甚至于说王恩石跟这一个司马光之争 主要就是一个免疫、护疫法之争 这个是争议最大的 也是双方可以说得失互见的地方 那么大抵而言 要先看这个事情就是原来的义法 如马端林、于正谢已经看出来 就是秦汉时期的相亭小义 跟后来的相义有所不同 跟魏晋水堂时期的有所不同 后者已经具有姚义的性质 因此所谓宋代的这一些差异 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地方上的豪强 有利的职位 反而他已经具有差异的、姚义的成分 除了少数的 譬如说周县的利息由当地富豪充任成为宋政口 依靠地方统治势力 各别的、少数的这一些地主或自根农改变了 因为担任这一个牙签翼或者充任的税主改变了他们的政经地位 其他各类差异 在全部差异中占大部分的支配地位成为广大应译者的重负 是具有剥剥削性质的无常劳动 那么 西宁以前的差异也并非全部都由上三等户承担 以前认为是这样 因为上户以种种方式逃避差异 将差异转交到下户上 应当承认 李构所说的下户半城做差异 差作异 这样子 所以西宁的异法改革就是改差异为故意 在一定对于户等较高的观念地主来说 一定成长起了一肩并的作用 对于许多下户来说行免疫之后 虽然要苏纳免疫前然后较少的受到观力的欺凝 那么 但是 但是 这个 这个 嗯 至于 也有这个 输前免疫而意又不免的现象 这有他的所谓必然性 那写这样是比较支持 这个就是 用故意法的 嗯 那这一派人认为说是 这个发展货币经济 不应该回到老义 但事实上这这样子的说法在南方比较是恰当 因为南方的经济比较发达 OK 在北方就不然 司马光是北方人 所以王岸石是拿他的南方的经验来看的 那所以做商品经济而言它是进步的杠杆 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了商品的这种经济的一个做法 那么一般说法 故意法便于南方地区的乡村上部 差异法便于北方地区的乡村上部 所以这也是南北的这个差别 那 另外是使周县二级农镇分离提高行政工作质量 有效的限制大量农户非法避易 改革基层立志 这个是构成了就是 就赞成了这一方面认为说 是简单的说就是 改用货币经济 然后呢农镇分离 他们认为这是带有一种 唐宋变革之后 整个中国社会 从一个比较是封建形态 就是地方基层是由政府 这个派令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改成一种货币经济的方式 而且让农镇分离 认为这个是一个 改变了基层的运作方式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在南方比较有效 也是因为南方的货币经济比较发达 在北方就不然了 北方的话事实上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那么反对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认为其实是增加了税负 尤其是本来四五等户 不需要纳钱 现在需要纳钱 刚开始也没有纳钱 但是后来变成要纳钱 那关于这个原因 还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基本上来讲 似乎在王恩石的看法里头认为说 这个为国家服役 是每一个人该有的一个责任吧 而且本来下户也 事实上变相的也都有这种差异 所以大概后来就比较走这条路子 那么这个事情是争议最厉害的 所以后来所谓司马光霸王恩石的这个新法的时候 是逐步的 最后霸到之前的时候 王恩石都不以为以 霸到这个法的时候 王恩石说居然连这个也要去的 他说这个是我与神中讨论了两年 非常细密的讨论各种东西最后决定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是简单的做这个事情 我以这个为例 因为这个是一个双方争议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也还是有得有失的一个看法 至于其他就不一一说明了 这个大家看我们这边的影的就可以看到 都是几乎有得有失 那我们回到前面这一段总结的话 意思就是说 大体而言清苗法、免疫法、薄甲法、示意法 这个争议最大 否定一件件争多 当然还是有人肯定一件 肯定意思大概都是说 他比较代表一种新形态的商品经济 而且也可以富国强兵 增加税负这一方面 那否定的就是说 老百姓其实日子没有变好 变得更穷 国家是富了 老百姓未必得富 那么 那比较肯定的就是农田水利法、光田军税法 这个大体上是增加了许多的新辟的农田 但也不是没有批评 说这个在新辟的农田说是认为数量有限 然后呢 我这样看一下 记不清楚了 大体里面 这批评比较少 确实批评比较少 有一个什么批评啊? 清苗 对 批评的主要就是说 他说认为这是一个评价变法次要的方面 意思说他不是那么全国性的 他认为说像免疫法、清苗法、保甲法 这才是全国性的 这不是全国性的 可是杨德权的估计就很不一样 说这个是全国大规模的推行 增加了许多的田地、财富 顺利摆脱基贫的环境 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所以大概来讲 那个批评的不是很有利 基本上是肯定的 王真瑜先比较批评 基本上是肯定的 方廷军队法也是肯定的 那么王真瑜的批评是说 这个藏良的人本身有地土负责 对于方廷军队法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其中兼毙可想可知 所以其中有一些兼毙 那么可是肯定的说这个还是 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 以免具贫农地、无地而税存的负担 那么虽然有所谓官吏、敲诈、受惠、增损、勤母、裔工 或多报甩、寻师都是无疑的 但是说这个是 整个来讲 认为受损的还是那些好强 大概是各有意见 我们不详细说了 因为都列在我们的资料上面 所以总结的来讲 王安石的这个变法的思想 从历史上回头来看 是所谓有相当的进步性 跟他出生南方也有关系 南方的经济比较发达 所以他在以南方的这些经验来制定了很多措施 这个措施有比较理想化的一面 也有一定的实际经验 但是一旦适应到全国之后 就发现没有这么容易了 到全国个体的时候 既有这一个所谓急功近利 然后任用的往往又不得其人 让官员去做这些事情 往往不适合他们的性格 因为他们是读这个师傅文章出身 并不喜欢从事这些财力的计算 这些种种的事情 那因此实际的事情 一些比较大的这些全国性的措施 都引起了许多的纷扰 那王安石又不太听别人的话 最后呢 量成了反对方面整个反扑回来 那大体上如此 那至于科举的改革 一方面是正面的积极的 另一方面不是没有留弊 王安石自己也承认 就是简单的说 本来是这个想要让大家都读一些精益 这一个治国平坚下的这一些事情 结果呢 就没想到 也产生了许多 没守这一个新的精益的 并非才俊之事 所以天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 好 那么 所以 王振瑜批评他是富国有树 强兵无方 老百姓火受其罪 那批评的过度了一点 而且王振瑜是大陆非常有名的宋学家 是怀疑了他的人格 用心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对的 但是 大抵而言 王安石变法不是没有留弊的 这个大概是他第一个把它明显的指出来 包括他的军事上的成就也不是那么高 而且明辩来讲 说是神宗时期建于记载三十多次起义 民间的这一个宁愿有沸腾 而且又征税得很厉害 那么 这么大规模的税收的增加 老百姓当然要负担比较重 也不是简单的都是从新辟的农田所得到的 大概很多不少是从 从确实是压抑的豪强 可另一方面呢 地主跟豪强还是会利用新的制度 想办法来有利于他自己 政治上没有这么简单 那 那 赞成方面就会认为说 辩法之前一道之才 十五六入于斯家矣 而辩法时期天下之才 大半归于公事矣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 那么 这个就是抑制了豪强体 这是财政上来讲 就是王安石所说的 不加富要能够富国 其实就是从这一个 私家里头把这个钱弄过来 但同时就是 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 所以他 我前面跟诸位讲 他的核心的观念 是抑制兼并 这一方面 好强 这一方面 那么 另外一方面 就认为说 像鲁锡光 认为他发展了商品、货币、经济 这些观念 倒是 一个 比较 现代的观念 我们会发现 很多二十世纪的人 会从一个现代的 一个观念去评价王安石 这个不是太恰到 因为王安石自己本人 其实不太有这个观念 听到意思吧 我们认为 这个是这样 王安石本人 其实只是因为 南方当时用货币 已经比较普遍了 所以他觉得用 这个 比如说用故义法 直接用折钱 寄卖法折钱 可是 这个钱他也堆在福库里头 我们说了 并没有真正的 如何发展 货币、经济 至少不宜太夸大 不能太以现代的观念来看 另外 说是 新修的水利 清藏的全国土地 免除了 差异之苦、高利贷之苦 大概前面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至于差异之苦 高利贷之苦 就是比较有争议的 另外 周梁霄指出来 像 方田军税 免疫 保甲科举清苗 军书 世纪等 信仰信法 其中有五项 却都为后世所言行 这个也是 严妇所指出来的 也就是说 王安石确实是 第一 他在南方 第二 成长背景 第二 就是他确实有他高瞻原主的地方 不仅是有理想性有高瞻原主的地方 所以他代表了唐宋变革之后的一种新形态的社会经济的需求 这也是事实 OK 那么 认为说 比起前期的门阀氏族统治是一个大进步 那么这是值得注意的 那么 这个 比较持平的是 就是 一半肯定 一半批评的 比如说 这个 这应该怎么念 集精品 不知道有根破音 王安石啊 改革心态 认为呢 说是 他的思想是 确实 是比较符合的 历史进程的要求的 可是在实践当中却逐渐暗淡下去了 甚至于就变成了 他说乃至完全从属于某求开辟财源 聚恋财富 实现所谓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自改革社会弊病 去民疾苦 发展社会经济于不顾 所以 这话也不完全 因为 这个农天水利法 跟这一个方田军队法 是 还是 对于 去民疾苦 发展社会经济 还是有一定的功能的 但是 所造成的 这些 所谓 似乎偏重开辟财源 聚恋财富 这也是事实 换言之 就是 王二世的整个的思维 如果整个讲起来 其实还不是真正现代的社会主义型的思维 他比较还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王政的思维 所以这种王政的思维 在实际运行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我这个就是最好的体制 就照这个做 那么 造成的这些民生疾苦 社会弊病 他有的时候也不管那么多 明白意思吧 这种是由上而下的这种做法 这一点我们看现在很多当代的政治也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凡事太从上往下的东西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 确实在轻描免疫君出示意等法 有极其显著的甚至于深重的病名后果 但是在实施之初确实是一指兼并 改变异法旧币和多少也寄明一时之困的作用 但是在后期来讲就变得比较巨淀财富 所以这个分前后期的手法是很重要的 刚开始很多利益都很好 但是后期好像真的变得有点巨淀财富 而且因为他急切的要求一定要有结果 使得下层的官吏都要向上面报说我有成果 那这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一向的问题 值得注意 今天依然会有 只要上面有这么一个目的 底下就很容易为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会这一个就是摊派 你们一定要带我的青苗 一定要这个这个 这个譬如说故意到达什么水平 方这个清藏土地如何如何 是不是有击毙还不管那么多 反正上上面邀功 在这个情况底下 确实是生产有所发展 物价趋于平稳 可是也有说物价平稳 结果股见伤浓 这个财政状况也好转 那就是政府财政好老板心是穷 所以 那么 他主要的明显的问题是没有把 征收跟节制很好的结合起来 也没有把推行变法于整顿励志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确实是他的确定 那么 那么 嗯 所以 他说 他说 这个言父我一直是佩服这个人 他这个是 就是 最知道到清末的时候 除了有一个王安石的同乡 曾经写了一个替他变屋的一本书之外 大概王安石是从这个南宋初一直骂到清朝末年的 这是主流 严妇开始翻这个案 这个不容易 明白吗 第一个都是最厉害的 我跟你讲 或者 采埃长通常都是最厉害的 就算他有缺点 但是他也是 他也是厉害 他就是看到别人所看到的 别人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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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今功之大弊 有二 一 不知正之 已于一郡一舟者 不必已于天下 由今 由之今日之法 其已于假国者 不必已于乙国也 以不知人之功我而利益者 不必皆奸仁 而其诸我而合同者 亦不必皆无利 这个讲得好 这个讲得好 那么 我在这里头 还要 补充一点 就是 大家如果 注意的话 就会发现 宋朝有名的人才 都出在西宁之前 西宁之后 就几乎没有什么样重要的人才了 两党攻来攻去 少得多了至少 少得多了 那我们底下还要讲 宋代的这个 所谓史学派跟金学派的这个斗争 我们也会发现 就是 之前是金史之学并胜 然后从西宁变法之后 整个史学就没落下去了 他这些新党的人 一意崇尚经学 打击这个史学 但至于打击整个严有学术 对于原来的学术有很大的冲击 因此我觉得 整个来看西宁变法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出在于 他的道论跟学术的个性上来讲 这两个也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 他的道论 我们从这一个 《钱周学记》跟《红饭传》 那这一路讲下来 就是 他的道论 太有一种从上而下的 然后 要一个 圣明的 最在上位的人 以他的想法、政策来改变天下 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后来就被人有名的所谓 国事说 这个国事这个讲法 那我们据李华瑞的考证 其实是神宗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那么 他找了王安石来 找了王安石来呢 他其实 根据祖宗的一个加法 也并不是说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王安石 他还一定程度上实行所谓议论相扰 包括他把 曾经想要援引一下王安石的政敌 包括司马光 一重来医政 那到了 这个所谓专定国事 然后只此一说呢 是到了元丰时期 就是神宗自己来做的时候 他才说我这个讲的就是国事 所以是神宗原来就有这个意思 国事反正我们现在话来讲 就在国家政策方向 照中共讲讲就是路线 懂吧 你们读中共党史就知道 路线斗争是中共党史的核心 OK 所以在宋代就为了这个国事的问题 后来就起了新旧党不断的斗争 因为到南宋还在斗这个事情 国事是一个南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余金英时仙人的那个 《朱学历史世界》里头 特别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 那只是说余仙人在考定 到底这个国事呢 其实余仙人认为宋神宗 与王安石共定国事 李华瑞说不是 是宋神宗自己要定国事 不是共定国事 那这个后面调诡的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于王安石的这一种道论 跟他的整个这个所谓 法先王的全面改革的这种做法 很容易帮助了像神宗这种年轻大有为 的奋发之君呢 前刚独断到最后 要照我这个事情才行 那变成神宗要这样独断 那到后来折忠的时候 这个皇太后把他都改了 折忠清晨之后再改回来 这个天下就纷扰不已 所以这个之后就始终在 两派的政争当中斗来斗去 变成一种党派之政 那在人中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在人中的时候真的是 我们现在听到这些人才 主要都出于人中这一朝 跟神中的出击 到了后来就 不怎么出人才了 因为都成了党 党真怎么出人才呢 你要跟着这一党 或者反对那一党 而不是说每一个人自己有 独立的他的这个展现 所以人中的这时候的做法 就是所谓寻的祖宗家法 我一再跟诸位讲说 宋代的这个祖法 从我们前面开始讲的 太祖太宗到人中 就是他是培养四阶层 让这些四阶层呢 这一个担负起天下的责任 那么尊重他们 那么也另外 让他们中间也彼此制衡 所以这个就人才都都出来了 懂得意思吗 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掌握全局 大家都要奋发勇为来改变这个事 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你看欧阳修年轻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 我能够像范童燕那样以天下为己的 懂不?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群龙无首级 一经上讲的 懂得意思吗? 一旦群龙有首的时候 其他猪龙都都压下去了 这个我觉得才是宋代政治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悉尼念法 如果要我来论的话 就不只 所谓西风变法 正确然应该西风变法 不只是严妇讲的两点 也不只是前面这些人所讲的 那些点都是就个别的事情上来讲的 有得有失 有其理想 也有其便于南方的地方 也有其不利于全国的地方 这种东西的一点讲 就整体而言 就是我们在看王严石的这个道论 这个事情 会在中国的传统这种证据里面 很容易就是酿成了自以为是 然后来了一堆阿夫的人 然后跟其他的反对的人 就构成了长期的这个党派之争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人 传统上来讲 基本上 尤其从南宋之后 因为南宋就在党政当中亡国了 最后都反对这个事情 我们现代人提到方案的原因是 因为觉得说 王严石的思想进步啊 因为现代中国需要变法 需要革命啊 我们就是需要变法革命 中国才能够正衰起闭啊 这个化若为强啊 是不是 这个也才能够真正複强啊 所以你如果读 邓廣明、契霞 还有这个大概 从这个主流出来的这个讲法 都认为说啊 这个变法如何如何 这个其实我跟主委说 就是近代的这种变法仿佳的思维 这个来的 可是就传统政治上来讲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上 王严石的评价不高在于这个地方 在整个寿元学案里头 他是负在后头的 根本在这个学案里头 这没有他的位置 这个当然是 我们讲思想史上 我应该过来讲说 这个没有办法呈现历史的真相 但是以前人是重论道的 为什么重论道呢? 因为对他来讲 如果说我这个道论不对的话 会天下大乱 所以后来再也不以王严石这种东西为法 一直到清末 你不要认为说 以前人头脑不好 我们现在头脑好 没这回事 是你不了解以前的政治 请注意 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政治的观点 去看传统政治 所以从南宋末年一批判他到清末 不是没有他的缘故 在传统政治上来讲 王严石这一套是不行的 这简单讲 我对希宁变法的评价 好 有没有问题? 我这个是大翻案 请注意 我这个讲法是大翻案 这是翻从严复以来到今天这个案子 因为 从严复以来到今天的讲法 除了前面是重论变法之后 后面是在于说 有得有失啦 有其进步的地方 有其不足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整个来看的事情 最大的问题 是我刚刚讲的 你这样一讲 就是事实上 就是不能够让真正的呈现 所谓世阶层政治的好 世人政治的好 反而会容易让世人中间 兴起了无穷无尽的斗争 你太自以为是 太刚愎自用 太觉得天涯学问都在于我身上 我代理群人这样搞 不行 这是一个性格上的缺点 也是一个道论上的缺点 这并不符合 这个 我一从开始跟作者讲的 孔子的或儒家的道理 这也是 为什么有些理学家 会说他 敬于法家 敬于身上 虽然他当然不是法家 也当然不是身上 但这种做法 就是从这个中央最高的 我 按照我的政策 我的想法 我是最对的 你们都是俗论 这样做法 是不行的 这是给我们 诸位知道 同样的 当代政治 很大的借鉴 中国政治 跟西方不一样 你们不能拿 西方的政治的观点 来评价他的对错 那是完全两回事 因为他这种是一个 大一统的君主政治 一切都从一个中央出来 这个时候 中央不能够太定所谓的国事 太定一个死的路线 很容易就是斗来斗去 那我们看眼前的事情 中共的国事变了多少次 先是 这个 所谓 学苏联 然后走刘邓路线 然后把这个推翻了 变成毛泽东 的这种大要进文革 然后没多少年 又把他推翻了 变成邓小平 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后期到现在 又要改 懂吧 这个就是 你太 只是根据了你的 认为最高政策 最高路线走的时候 很容易 你再聪明的干 主要知道像 这个 刘邓 毛 这个都是不四出的人才 都是聪明决定 王安是聪明决定的人 他能干到不行 一样不行 所以 为什么以前叫姚舜宇 歌颂他常常说是无畏 名无得而成焉 法天 天不何言在 他不讲的 皇帝不能随便定 不要随便定这个事情 一定 所以其实关键在于 神宗要这样定国事 很危险 这是中国政治的基本理 而且这样才能避免这种 所谓专制的那种定于一尊的毛病 一方面 所以他自己内部有一种制衡的 既然已经是君主政治了 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皇帝这么定的国事 或者他得了一个宰相就算 底下的问题怎么办 翻不了岸 无法制衡 只好酝酿的等你这个皇帝老了我 下一波把你整个翻过去 这个就是西风之后 然后又这个太后 然后就是这个 到了这个圆佑 不 圆佑的时候把他翻过来 圆佑把他翻过去 到泽宗再翻回来 对不对 邵述时候再翻回来 对不对 所以西风圆佑邵述 邵述这么赶来赶去 跟我们今天很像 明白是吧 在这个意义上来 其实 宋代的祖宗之法有他的道理 我一开始跟诸位讲说 王安氏不识国体 后代人也说 王安氏不识立国大体 立国大体 是要让整个世界城 群龙无首极 群贤并尽 这样子 这么做 那当然 反观也说 可是就这样下去的话 你看 当时人都觉得天下要变 对不对 也觉得该变 时节要当变 朱子也认为该变 是也需要一个人出来变 没错 要有人出来变 可是还是要尊重原来的这个大体 懂吧 既要能够变 要推动变 也要这种变 这个才是该有的地方 王安氏只对了一半 错了另外一大半 听懂意思吧 所以中国政治难在这个地方 周围知道读史是要读 读史是读这种地方 不是简单的 拿一个西方的道理来论它 那坦白讲 一个西方的中学生都可以论 那拿一套 我就讲明白 我就不符合这个字 不是这么回事 它完全不是什么这种政治 你要明白 要回到历史的场合里头 它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而中国政治到今天来讲 很多地方还是脱不了 这种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局 然后一切从最高的上面下来 所以这个基本政治原理不能不明白 否则就会始终是在国事论真当中 从路线论前当中摇来摆去 危险 大概是这样 好 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对于王安石的道论 心灵变法的一个总评 在这个地方 我想请问一下 那时候宋太丹的精确派 是怎么看到的历史 是不是 那时候王安石 是不是会认为 就是以前的情况跟现象 所以他们是怎么看到的 因为老师刚才有提到 他们会打击十确派 对他们 后来 后来 我们正好下一讲 要讲这个事情 这个我离各结局 要讲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简单的说就是说 王安石是 他并不是不重识学 当然更看重清学 他是高度的理想派 因此就是说 他也看重历史 但是他总是认为 我这样加一句好 这样说 这个 王安石并非 这个 一个不读史的 或者说是要这一个 历史上当时说 他灭绝史学 以前批评说 这个完全不管人 不是 但是他更相信 所谓先王之道 如果我们照他做 然后能够 按照他的意思 又不拘泥于他的做法 而通今日之变的话 那么 我们是 可以打上一个 玩 一个最底下的状态 所以像 有一派人认为说 其实王安石很懂 历史的演变啊 认为说 反而当时的 司马光历史学派 这些人不懂历史原变 也不懂得 宋代的唐宋变革底下 一种新局面的产生 所以王安石懂啊 所以王安石 反而知道说 今天要 不能再用旧法了 实节当变了 且不他反而通变嘛 对不是 但是 其实又是对了一半 所以这个问题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王安石的通变是在于就是说 他的金术确实是很深 因此 而且这个人绝顶聪明 所以他可以看到当时有很多的需求 譬如说 需要新辟同田地啦 这个需要清葬啦 科举要变啦 这个旧的犯法有种种的弊病啦 对不对 他看到这一面 然后从这里就去联想到 先王的之道 先王之法 当中有很多的圣神这个妙义或者这个智道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合起来 于是我们拟一个心法 懂吧 所以心法其实是 他的从先王之道里体会出来的异理 他想得很深的 认为这个异理也要通十遍 于是我结合再起来 一套出来 就你们都看不到 这个既通十遍又符合先王之法 他如此的自信 对吧 所以觉得你们都不懂 而实情是什么呢 实情是说 确实这里头 是有一定的先王的意思 也通了十遍 可是你恰恰没有看清楚说 两个部分 一个 从送出到现在这种种的举处 会这样有他的历史上的原因 你没有充分明白 你史学不够好 第二 社会的各种情况 全中国个体不一样 还有很多民情不一样 你对于社会 即使你历练了二十来年 你也不够这么深入 懂吧 所以 你要责备一个人 实相全能实相是很难的 懂吧 一个人长于经学 往往就不见得长于死学 长于死也不见得长于经学 这个很难 所以古人做这种事情方法 就是说 好 你有你的长处 但你不就是唯一的 懂吧 叫群贤并尽 我按时觉得 我觉得我的唯一 那他的这个唯一来自于哪里的 来自于说 我的 懂得先王之道 我最懂 而且我还能够懂得便 不是死守 懂吧 我懂得他的精益 我要从那一个道理的最高的源头出发 就我所看所及的东西 把它结合今天的政治社会的状况 做一个改变 完全是这么一个想法的 看起来很厉害 这个好比说 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一个 那个 现在叫法学院吧 对不对 我们讲法学院现在是什么 社会科学 一个人 政治学很精通 这个 对于当代社会科学很精通 他根据他这一套 研究了这个很多的道理 然后跟对我们台湾目前的状况 我拟出一个最好的政策 然后说 你们不懂政治学 你们不懂这个社会科学 你们不懂台湾今天需要变化 我今天我当政我来变 我告诉你这种人上来 通常就一定引起新旧两派大战 你信不信 为什么 不同的史学 史学是要更深入的看所有具体的 一步一步的历史的变化 这是史学的价值 所以我下一讲就要讲 宋代的史学跟智道 开宗就在讲这个事情 所以朱子后来就说 王安石照你那样的变法 这个你没有好好读历史是不信的 朱子是大经学家 大理学家 所以朱子是厉害 朱子后来大家为什么正常不简单 朱子的聪明才智 其实高过于王安石跟司马光 底下我们论就明白了 他确实是厉害 他一个大经学家说王安石不懂史 所以信念变法弄成这个样子 明白意思吧 大概是这样的信息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来你说 就这样我们曾经历史学的重要性 可是王安石之前的历史脉络之中 有没有跟他主要推行的变法同等重要 而且是成功的案例 如果我们往前 什么意思 你在讲我听不懂你这句话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历史词的演变 还有脉络当作变法细节 或变法全盘思考的一种纪念 和价值 那在王以前的变法之中 有没有可以供他参考的任何案例 那我想来除了湘兵变法之外 似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案例可以参考 王莽的变法非常失败 而且东汉的朱子直接把它打回 所以王莽是坚持之位的 我跟你讲一般搞变法的人 真正通史学的本来就少 而且他不见得知道自己为什么成功 比如说商君的这个变法 我研究过的 简单说是因为秦朝的贵族的力量太弱 他辟除以西荣之地 所以他才能够成功 可是商君自己不见得明白这一点 最后被车裂 往往更糟糕 对不对 就是一番理想派一塌不途 苏挫苏威的这种改变 其实是跟北朝当时的特殊情况有关系的 如果不是在北朝特殊情况下 他就无法成功 但苏挫苏威确实 后代人认为他是比较懂当时的情形的 那所以你不能说他应该我们这样讲 变法这个事情以前说 怎么说 力不实还力不百不变法 这个事情不简单 尤其在中国这种大国政治 不那么简单 其实我们都观察到地域性的差异 会对变法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 例如老师刚才讲商君 商君的变法除了是以关中为主 然后有拓展到就是 他主席有动成到四川跟三境之外 他是在至少四朝 就是从孝公到昭王时代 在整整四位秦国君主的生涯之中 慢慢发生改变 那可是 往往的变法反而是错继成果的 而苏挫苏威的变法 还是依然以关中为主 他虽然后面有拓展到 关东的北极 可是 他的影响力是 人不如王满或王安齐这种 要对全国施行改造的 你这个讲得好啊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 邓小平厉害了 邓小平厉害在于什么地方呢 他是先地区试点 然后再推行全国 好不好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说明一点 做个比方一下 其实邓小平做的就是个变法的工作 商君跟苏挫苏威他们刚开始做的 其实都是关中之地部分的地方 那后来这个商君死了之后 他慢慢推行到 经过后来几世推行到其他全国 所以真正要成功的这种变法 一定要先地区试点 或者说是 当然你说关中就是当他们首 这个首都 这不一样 那这个 邓小平当中厉害是选了一个 离北京几乎最远的地方 然后在香港的旁边 从深圳这种地方 沿海的地方开始变 然后先做出成效之后 然后往往往往往走 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不是在轻易论断古人 而再让诸位知道 像这样子的大国政治 要能够改革成功 都是千难万难的事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读历史 就要研究它的成败之故 这叫成败之鉴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你说 老师 但是您这么一说 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所有的改革的成功或失败 都是by coincidence 的味道 什么叫by coincidence 这是要本领 哪里 coincident 我刚刚说的是邓雅宁的本领 比如说这个相军他改革成功 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 不过想成功 他不充分知道 但是他当然部分的知道 我们历史学者比较容易 比较充分知道 当时的人比较不那么容易 其实政治学 理性选择之学 怕有点缺乏 那是一个明点 就是所有的理性的问题 都是不够理性的问题 那 您老师大概对于金工的批评 其实我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金工在某一方面的理性 有什么不止 导致他的变法失败 但是问题是 比如说这样一比下来的话 那珠子也没有拯救他的时代 珠子怎么样 珠子也并没有拯救了他的时代 这两个不同的议题 他在为古人去想一种 当作最佳解放 可是 真的会有这种东西存在吗 你把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了 第一 这个理性当中必然含有不理性的 不完美的部分 这是当代的 这个对于理性的反思的一个 很卓越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认识 这个很重要 所以 当代的 我们现在对于理性的认识 发现理性当中必然 又含有一些不理性的一些盲点 或者你不够充分的能够 这个掌握或厘清的一些事物 来自于背后的出发点 这种东西 这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知道这一点 就不会太过的盲目的依赖理性 这是第一点 另外 那古人面对 中国古人面对这种事情的方法 中国从来不是太相信 这个只是知识或者知见 他更相信的是德性 就在于这个地方 因为人的所见必然又所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 变法的成败不是说只是coincident 不是说只是偶然的 是要看本理的 当然成功的人也未必充分的明白自己 所以成功的原因 但是更进一步来讲 就必须戒身恐惧 所以历史上做成大改变的人 还是这一个所在皆有 历朝历代都有 你仔细研究在一起 他的德性都有过人之处 所以后来为什么儒家变成德性主义 而不是主治主义 在于这个地方 往往是认为只靠个人知见不行 第三 则被阻止没有一个人来改变这个世界 他还被禁了 这怎么怪他呢 那倒也不是说理学就能够改变如何如何 因为理学在当时也是到朝代后期才被拿起来 被重视 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谈一个有没有最佳解方的问题 根本不是在问这个问题 事实上不是说有一个在当时来讲 有怎么样一套学说 或者哪一套是理学呢 还是精工之学呢 能够最佳的解说 我恰恰认为是没有的 而反过来是要说怎么样做立国之大体 立国之体比这个所谓一种解方或某一种学说要重要的多 这中国历史的经验是这样 那这样来讲就是我们讲思想史 如果讲中国思想史 你慢慢会发现 为什么不那么看重 只是某一种政策或者学说 更看重的是 是一个 譬如说 如学 修其制品 格制成正 这是一套如何学习的方法 或者德性 那这一点是中西的思想史极大的不同 西方的思想史或者哲学史 是不断在问说有哪一种哲学是最好的可以解救我们的问题 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经验的话是不存在 所以叫名无德而称焉 他认为只有一种好的学术的方法 学习的方法 比如说大学之道 大家觉得这个重要 德性 然后要如何的精实子极并重 他看重人 换言之 这恰恰是钱穆先人所说的 他认为对于人的看重更看重于 这一种观点恰恰跟西方理性论述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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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要做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对比 我事实上在整个中国事项史课程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完全是有很多基本的前提假设看法就不一样 那我们再论说这个前提看法假设何以固 那我在这里如果就这方面来讲 这是一个大国政治的长期经验 乃是一个天下型国家的长期经验 他不太找西方的条路子 明白意思吗 那这一点上来讲 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一点恐怕也是目前的这一个 所谓习近平的路线的这个问题 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的话 当你标出国事 所谓以习近平中国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讲法作为国事的时候 你可以预见在他这个时代过去的时候 必然会有很大的反转 听到意思吗 这个我从历史经验来看会这个样子 那之前的刘邓、毛跟邓小平也是这样 但是大概这一次的翻转如果看他聪明才智 如果做得不要太过分就翻转得小 做得太凶就翻转得大 明白意思吗 我按时做得大翻转得大 你要做得小那就翻转得小看你怎么办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大国政治 你慢慢这样读下去你就会发现 所谓整个中国的思想史 自有它的道路跟西方的思想竟然不同 三千年来如此到今天还是如此 我估计在可见的未来一两百年至少还是会如此 所以没有办法拿西方思想史的观点来讲进入中国思想史 他就是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 而这些根本性的不同 譬如说他不那么重视学说 更看重人品更看重德性更看重学术是怎么学 而不是那么看重说你怎么讲你的哪一种哲学或哪一种说法 像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特别值得注意 他根本就不认为一种所谓的理性论述就能够解决问题 我坦白跟周围讲 我们当代认为说理性论述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切的关键 他不怎么认为 他认为关键在人不在于理性论述 这都是中心思想最根本的差异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这是它的 即使它的特色 也是它的所得 或许也是它的所事 得失都在这个地方 但不是简单的在我们 二十世纪的那些学者 包括底下讲刘子健 就都认为说这个就是中国落后的原因 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论述 一套一套的什么厉害的彻底的政治学说 所以如何如何 请注意这个事情不这么简单 照目前的趋势下去 如果中国就算这个现在不行 还不太行 以它这种崛起的速度 再过二十五年 至少五十年一定天下无敌 五十年天下无敌的时候 你的所有讲话里都变了 明白意思吧 就不是西方近代一切都是伟大的 中国一切都是错的 不是这样子了 明白吧 但是我也不是说 因为你崛起 你可能天涯无敌 于是你就就是伟大 不 还是要批评 照中国常常来讲 秦皇汉武唐太宗都是需要批评的 再天涯无敌还是要批评 明白意思吧 这才有更好的政治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我讲这个 你们这样才会了解以前 讲史学在干什么 经学在干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